OK,今天我带你看一个 Studio Duplex, Greenfield Regency 那这个一进门来讲的话 它这个地上全部是Laminate Flooring 它自己做过的咯 因为这个Owner来讲,它本身是一个Designer来的 所以它的东西都用到蛮不错的 这边后面有一个放斜厨的地方 这个放斜厨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一个Kitchen 这个Kitchen Cabinet 这个Kitchen Cabinet 在Greenfield 来讲的话 它原装有来Kitchen Cabinet 跟Table Dock的 不过这一款来讲 它是自己做过装修了的 它换成Solid Surface 了咯 然后,这个位置是放冰箱的 那个冰箱是在这个位置的咯 然后,这边就是放电视机的地方 然后,给你看一下整个感觉 那边的话有一个厕所 这是一个Store Room 来的 这是一个去楼上的一个地方 然后,先开Balcony给你看 Balcony 来讲的话 Balcony 来讲的话 它是向着泳池咯 Fullview 来的 嗯 最高楼啦 这边是最高楼的 这边是最高楼了的 Balcony 的大小 Balcony 也蛮宽的啦 放得到一个椅子 座子这样子咯 这个厕所是给 客人用的啦 就是有朋友来啊 上厕所可以用的一个厕所 有些东西在那边放洗衣机啦 那边可以放洗衣机 那个水台拆掉就可以放洗衣机了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Store Room 一个放东西的Store Room 楼梯下面的 然后,楼上 这里是Studio上去楼上咯 这个是一个逃生门来的 一个逃生门 平常是不会开啦 这个是去 也是去外面走廊的一个逃生门来的 然后,上面的话就有 我拍一下整个感觉给你 OK,这是从楼梯上来嘛 然后 这里咯,是它另外搭出来的 原装来讲,这边是空的 它另外搭出来的 所以空间就大很多咯 就你看得到整个感觉 空间就大很多 冷气也装好了 冷气也装好了 然后,这个厨也是它另外做的 那个厨很大个 大概是 我看有个真实测的厨 厨也是全部做好好的咯 都还蛮新的啦 因为它还装修不久 很大个啦 如果女生的话就很喜欢 可以装很多东西 然后厕所来讲的话 厕所它这个也是它另外做的 这整个是它另外做的咯 这些镜子都是它另外装的 厕所很大 你看它的厕所分三个部分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然后就洗一点那些的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放厕所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 冲凉淋浴的地方 所以分三个部分啦 所以厕所是蛮大的 它做很多装修啦 这整个地方是 是 extend 过去的 原装是空的 走下去走温池 你看 这边泳池啊 gym啊 什么东西都有的